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这一天从你起床到现在 你办了几件很紧急的事情 你办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或者你做了哪些没有很紧急 也没有很重要的事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 有一位美国的总统叫艾森豪 我们看一下一页 这个艾森豪总统呢 他把他自己的身为 我们一个身为一家的家长也好 然后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工作的人也好 你在上学的人也好 我们都知道那个时间的管理是很重要的 那更何况是身为一国的元首 那这位艾森豪总统呢 这位美国总统艾森豪呢 他就把这个时间的管理 任务的分配做了一个矩阵 那大家可以在荧幕上看到 这个很简单易懂的这个矩阵 我们可能也在很多的这种场合里面呢 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跟任务的分配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矩阵呢 讲的就是 好 大家看得到 他可以化成一个田字形 对吗 好 左边是紧急的 右边不紧急 重要的跟不重要的 那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去想想 在你的生活中的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这个 每日的必做的清单里面呢 他都可以放进这里面去 哪些是紧急又重要的 哪些是紧急不太重要的 哪些是不紧急又不重要的 那还有哪些是不紧急 但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四个象限里面 我想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想想看 共族家庭祭坛是属于哪一个象限 或者是说我们要的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 是请大家想想 在你的家里 家庭祭坛 在你的家里去 祷告 读圣经的话 这个这件事情 目前在你家里的家庭生活里面 它属于哪一个象限 同学们也可以想想看 我们中教教育同学也想想看 你生活有很多 要开学了 要准备作业了 那家长可能要缴四连单了 要缴学费了 或者是每一年要缴税了 或者要准备要出国了 或者是要去医院挂号看诊 我们的生活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项目 都可以把它放进去这里面 你可以从你自己生活的这些 每一天你完成的事情里面 去把它归类 到底我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 哪些是很紧急很重要 哪些是不紧急也不重要 可是我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那上面 好那我们现在不讲其他的任务 我们就先说家庭祭坛 在你的家里跟你的家人一起读经祷告 这个事情就现阶段的你 他在哪一个项线 跟你的家人一起读经祷告 会是那个又紧急又重要 而且永远被你优先处理的那个项线吗 或者是他很重要 但是他没那么紧急 所以你会尽可能的去安排时间做他 又或者是在你的家庭里 有家庭祭坛这件事情 好像很紧急 但是他不重要 这个可能应该不会有人选这个 对不对 那第四种情况是 他不紧急也不重要 所以家庭祭坛以后再说 如果当你想到家庭祭坛的时候是 以后再说 那你可能你就是属于把这个事情 把这个任务放在了一个 既不紧急又不重要的类别里面 那事实上我们如果仔细的想想 就会发现 家庭祭坛它的重要性 我想今天晚上会来到教会 参加晚间聚会的弟兄姐妹 肯定是看重这个道理的学习 信仰的建立 所以重要性不用 无庸置疑 大家是共同的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至于他紧急还是不紧急 那可能呢跟你现在的生活的状态 生命的状态也有关 那我们在今晚的聚会呢 我们会分成两个阶段 分个两个部分 前面一个部分我们要从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记载 让我们圣经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参考书 就是它是一个open book 所有的答案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第一个部分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 到底家庭的祭坛 谁在主坛 这些主坛的典范 我们要先来看 认识他在圣经里面这样子 一个家庭 以耶稣基督 以救恩为中心的家庭 他的重要性在哪里 那第二个阶段呢 就我们要来 让在场的各位弟兄姐妹 进入一个比较生活食物上的一个小组的讨论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晚上呢 因为是晚间聚会 所以大家可以放轻松一点 那前面的部分呢 由我带着大家呢 从圣经里面 我们一起来浏览一次 这些跟家庭 在家庭里面主坛相关的记载 那再一次 东西都很熟悉的 再一次的读它 再一次的去熟悉它 我们现在来翻开 我们来看到第一个 第一个主坛的这个典范 圣经里记载主坛的典范 我们立刻会想到的 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八章 挪亚的记载 挪亚出方舟了以后呢 他呢立刻做了一个 跟他的家人一起做的一个动作 这就是他在向天上的神 表示他的感恩 他和他的一家人生命得以保全 所以他向天上的神献上他的感谢 他知道这一家人跟这新天新地 是神的赏赐 神的保守 神给他们全家人的恩典 所以一个感恩的时刻 挪亚带着妻子 儿子 儿妇一起做了什么事 竹了一座坛 然后呢 用各类洁净的深处飞鸟 献在坛上为凡祭 那我们一起翻到这个第八章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挪亚为神竹了这样的一个坛 那这个第21节这里就继续说了 21节说 耶和华闻到那个坛上 这个献祭的这个新香之气 心里说 我再也不会因人的缘故咒诅这个地 22节 地还存留的时候 这个 嫁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好 九章一节接着说 挪亚因为带着一家人呢 出方舟之后 第一件事情不是享乐 不是选择自己的家业要到哪里 他马上做的是竹坛献祭 所以第九节 第九章第一节这里就写说 神四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 然后呢要让他们生养众多变满全地 后面就是整个神对挪亚一家人的祝福 所以第一个竹坛的典范就是挪亚 从挪亚的这个在全家人的性命以及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个开始的这个时刻 他们心存感恩的献祭 让天上的神为之喜悦 然后大大的祝福他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竹坛的典范呢 就是在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这个典范 就是他 神告诉他 你要为我竹坛 你要献上你的儿子 他因为完完全全地顺服服从 然后呢 在这件事情上 他得称为信心之福 所以第二个竹坛的典范 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九节的这个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呢 带着他的儿子 带着他的儿子 竹坛 就好比 挪亚当时带着儿子 媳妇 这个 整个一家八口 在竹坛 所以 这是第二个典范 从挪亚 始祖的挪亚 到亚伯拉罕 选民的始祖 再来看 下一位 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撒 信仰 是透过模仿的 一代一代的人 他要模仿上一代的人 以撒当年 爸爸把他带到山上去 献祭 原本 爸爸的意思 亚伯拉罕的意思 是要献上自己的亲生儿子 但是其实 神有 另有预备 以撒是当事人 这绝对在他少年的时代 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他学习 他模仿他的父亲 怎么样的竹坛 献祭 所以我们要看到的 第三个竹坛的典范 就是以撒 创世纪二十六章 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好 二十六章 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说呢 以撒呢 他在 在这个 在这个外邦人的地 这个 在外邦之地呢 他在那里呢 当天晚上 耶和华向他显现 说 我是你父亲 亚伯拉罕的神 你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四福给你 并且 要为了我仆人 亚伯拉罕的缘故 使你的后裔繁多 以撒就在那里 竹了一座坛 求告 耶和华的名 并且支搭帐篷 接着他就开始挖井 那我们知道 他挖井 是一路挖 给人一路墙 可是呢 他一路的 最后还是宽阔又昌盛 所以 以撒从他父亲那里 学到了 在跟神建立关系的 最重要的动作 就是要主谈 就是神已经四福了 神也跟亚伯拉罕有约定了 但是如果到了亚伯拉罕 过世的一切结束了 那这个事情就 就难延续了 但是以撒有学起来 所以呢 他也就献祭 让这个神与人之间的 这个约定 跟这个祝福和应许 代代的传承延续 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所以在旧约的时代里面 特别把亚伯拉罕 以撒跟雅各呢 都会去记载 他们如何的延续了 传承了这个主谈的 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创世纪三十五章 创世纪三十五章这里 这里呢 事实上已经是 雅各的第二次主谈了 他在当年 这个离乡背井的时候 在旷野地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天梯的时候 他就把石头立起来 浇上油 竹坛向神祷告 那在这里记载 我们选择这个一到七节这里 就已经不是雅各一个人竹坛了 这时候他有家业 有妻有儿 有仆人了 这时候的雅各不是一个人 向神祷告 这时候的雅各到伯特利去 当他回到当初 他跟神建立关系的那个伯特利的时候 他带着他全部家里的人 还有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人 并且呢 作为一家之主的雅各 指导这些人怎么样竹坛 跟神竹坛献祭要怎么做 我们就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讲说 你们要除掉中间的外邦神 要自节 要更换衣裳 来我们起来 我们到伯特利去 在那里我要竹一座坛给神 那位神 是我在遭难的日子 应允我的祷告 在我行的路上 保佑我的那位 记着跳过来 他就说 雅各在那里竹了一座坛 给那个地方取名叫伊勒伯特利 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 神在那里向他显现 这里我们就看到 这又是一个竹坛的典范 亚伯拉罕竹坛献上他的儿子 但是神有预备 他的儿子在这样的一个竹坛当中 记住了这件事情 延续了这件事情 所以伊萨在他的人生生命的 这个历程当中 不管走到哪里 遇到什么样的景况 他也竹坛 那神继续的看顾他 保守他 祝福他 那伊萨的儿子 这个雅各 也是一样 他也把这个竹坛献祭 跟全家人做一个教导 带领 跟传承下去 所以在这里 这几位 旧约里面的这几位 这个信仰的这个先祖 就是我们再一次的去复习 家庭祭坛这件事情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所以在记载这信仰的三个这个先祖 亚伯拉罕 伊萨 雅各的时候 都会去提到这个竹坛 也是在提醒我们当今的这个基督徒 怎么样能够把神与人的关系 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 就是你要带着你的家人一起 祖坛 让他学 让他模仿 然后呢 借由这个学习 借由这个模仿 在他人生需要主的时刻 他会想起来 他可以做这件事 就像雅各 那当他的生命走到一个丰盛的时候 他也没有忘记主 他也在教导他的妻子儿女 跟他同在的所有的人 好 所以以上我们看到的是 在创世纪里面 几个很重要的记载 关于家庭祭坛的 怎么样主起家庭祭坛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在新约的记载里面 旧约的这些信心的 信仰的这些先祖 给了我们立下了很好的典范 新约的记载里更加的重要 在旧约的记载里面 他几乎就是一个 以一家之主 这个父亲的角色 如何主坛 不断的重复 一代一代人的重复 可是在新约里面 在家里 把耶稣基督迎到他的家里 在家里敬拜 在家里听耶稣讲道 在家里共享 这个天国福音的饗宴的 就不再只是原本旧约那种 父亲 然后家人 一家之主 没有 有一个人的 有敬前人 没有 不认识耶稣 可是他敬前 也有 没有父母的 孤儿 姐弟们 所以在旧约里面 记载了更多 不是传统的 标准的 这个意义上的这种家庭 一家之主 儿女 妻儿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我们现在接着来看 到了新约 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 在新约的记载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刚刚讲 在这个新约的圣经的记载里面 有一家人 他们可能父母亲都没有 没有记载他们的父母亲 他们可能是 很早呢 就已经父母双亡的一个家庭 那也看得出来 从圣经的记载 我们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 弱势而边缘的家庭 但是在这个家庭里 这三个姐弟 他们从来没有 就是圣经对他们的记载 都是他们怎么样的热切 怎么样的主动的 去把主耶稣 引到他的家去 并不因为他们呢 没有父母 没有圣经地位 这个可能家徒四壁 所以他就拒绝 反而他更加的渴望 所以我们来看 在路加福音这里记载 耶稣到了路加福音十章 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这里记载的 这三个姐弟 我们很熟悉 就是玛大玛利亚 跟拉撒路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大 接她到自己的家里 她有一个妹子 叫玛利亚 在耶稣的脚前坐着 听她的道 阿们 哇 这一家人 耶稣到了这个村庄去 这个家庭 这个没有父母的 这个三姐弟的姐姐 就非常主动而热忱 积极地让耶稣进入她的家 她把耶稣 引到她的家 我们常常读这一段的时候 会想到说 她的妹妹很渴望 很渴慕地 在主耶稣的脚前 听耶稣说话 然后姐姐在忙碌 就很忙乱 你心里为什么忙乱呢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确实也是这个姐姐 姐姐已经 姐代父子 姐代母子了 因为 在圣经你看出来 他们是没有记载父母的 这个大姐 就扮演这个角色 对应到我们现在的家庭的状况 现在我们在教会的家庭状况 我们会发现教会里面越来越多 很多人可能是成年之后自己才来信主的 或是只有手足有信主 或者是家里的并没有全家是信主的 但这不妨碍我们在家里把耶稣迎进家里来 在家里筑起家庭的祭坛 所以在路加福音这里的记载 我们就发现 马达玛利亚跟拉撒路这一家三兄 三姐弟 是非常积极又主动的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一到二节 在伯大尼的三姐弟 在耶稣 这个逾越节 这个 耶稣最后十价救恩之前 的这一段路上 逾越节的前六天 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到了 可是我们看 耶稣再一次的进了伯大尼 再一次进了伯大尼 他很爱这三姐弟 这三姐弟之所以如此蒙爱 就是因为他们积极热忱的 要迎接耶稣到他的家 这件事情很让人感动 所以耶稣到了伯大尼 就是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 在那里有人预备宴席 这个大姐马达再一次的 就是出来做这些准备 这个宴席的准备 事后耶稣 拉撒路那时候 也跟耶稣一起坐在一起 这三个姐弟跟主耶稣的关系 如此的亲密 非常的美好 这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 把耶稣迎到家里去的三姐弟 伯大尼三姐弟 那我们再来看 使徒行传的第十章 使徒行传的第十章 一开头呢就记载了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 他呢甚至呢 他根本就不是犹太人 他是外邦人 而且他是第一位得到救恩的外邦人 外族人 本来的选民只有以色列人可以得救 但是呢耶稣基督来 就是要使普天下的人得救 那这个原本与救恩无分的 甚至都不是在这个以色列犹太人的 这个族群里面 社群里面的人 他是如何得到救恩的呢 我们就看 这个敬虔的敬畏神的人 他如此的虔诚 他能够成为人类的历史上 第一位被拣选的非犹太裔的这个信徒 他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他一定有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使徒行传的第十章 第一到二节这里讲说 在盖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 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罗马人 他是当时最 那个什么 最高级的 这个等级 社会等级最高的 这个罗马级的 意大利营的 而且还是一个 军人 军官 百夫长就是一个军官 他是一个军官 但是呢 他如此的虔诚 第二节说 他和他的全家人 都敬畏神 多多的周济百姓 常常祷告神 阿们 后面就记载了 彼得怎么样被派去 看见异象 然后呢 让哥尼流一家 全家受洗 全家得救 所以首先我们就看到 这样一个人 他跟他的家里 他在他的家里 全家都敬畏神 他不是一个人敬畏神 他全家敬畏神 他敬畏神的 他这个虔诚跟敬畏 表现在哪里 在这边就有记载 他常常祷告神 也就是说 在家里 煮起家庭祭坛 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你一个 常常祷告神的人 必有额外的恩典平安 祝福要领到你的家 他和他的一家 就这样得救了 好 我们再看新约的 下一个记载 我们往后翻到十二章 使徒行传十二章这里 十二章这里讲的一个 我们也很 很有很戏剧化的一个 一个一个状况 就是这个西律王要杀雅各 然后呢 把彼得跟西门呢 这个 这个 关在尖里 那我们看到 在十二章第七节 主的使者站在那里 然后呢 这个天使呢 拍拍彼得就跟他说 快快快起来 那本来呢束缚他的铁链 就掉下来了 然后天使就把他从 这个监牢里面呢 要把他带出来 要从最大牢里面 这个很深的大牢里面 一路就是让他畅行无阻 通行无阻的就出来 那我们看到十一节这里 记载说 哇 彼得本来以为他只是在看异象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他这个是真的被带 不是一个异象而已 他是真的被带出来了 他就说 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 救我脱离西律的手 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于是乎 他就去了哪里 十二节 他想了一想 他现在被从监狱里带出来 他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母亲玛利亚的家里去 去那里呢 他发现很多的人在那里聚集祷告 所以这个称呼为马可的约翰 他的母亲玛利亚的家 那里有一群人 正在祷告 这个就是让神的大能显现 很重要的一个点 当有一个家庭里为了 教会的工人在祷告的时候 怎么样的这种危险跟危难呢 都会被化解 我们看第六节 同样在十二章第六节 第五节开始看 彼得被囚在监牢里 教会为他窃窃的祷告 教会为他祷告 并不是在教会而已 我们看到后来 他跑出来之后 去到这个信徒的家里去 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 的妈妈玛利亚的家里 全部的人都在聚集祷告 这又一次让我们看到 家庭里面 这个为人代求祷告 迫切在危难的时候的一个重要性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我们看到 使徒行传的十六章 使徒行传十六章 记载了一个非常有善心的妇人 这个很富有的一个善心的妇人 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这里呢 记载了这个吕迪亚 吕迪亚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 她是推啊推拉城的人 速来敬拜神 当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 让她留心的去听保罗的话 这时候吕迪亚和她的一家就领了喜 就是全家受洗了 她全家受洗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她呢 强留这个保罗 请他们到她的家里去住 一个受洗的人 她跟她的全家受洗以后 她强留这个福音的使者 到她的家里去 为什么 她渴慕 她非常的渴望 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 保罗所带来的这个救恩的讯息 能够进到她的家世里面去 这个是她极为渴望的事情 所以还强留 这个圣经上特别写说 吕迪亚受洗之后 全家受洗之后 恳求强留他们留下来 她迫切的希望 这个福音的工人 保罗 还有她的同工 能够到她的家里去 这个就是在家里面 把耶稣的话语 把天国的福音要带进家里 这个也是一个家庭祭坛的一个很基本的目标 就是我的家 我最真爱的家 我要把最宝贵的东西带进来 什么东西最宝贵 天国的永恒的这个救恩 永生的这个祝福跟应许 我要把它带来 所以吕迪亚在一受洗之后 立刻就做了这样子的动作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三十一节 我们再一次的看到 有一个家庭 他们是如何的 这个渴慕 让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 进到他的家庭里去 十六章的这个三十一节 他们说 他就问他 这个发生了这个地大震动 保罗跟希拉 在监狱里面地大震动 他们很紧张 这个狱卒 就这个禁卒呢 很害怕他们逃走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发现 这个一定是有 天上有一个大权柄的能力呢 在做 在行这样的大神迹 所以他立刻呢 就匍匐在这两位 这个使徒的面前 好 在二十九节这里 三十节这里 他就匍匐在他们面前 就对他们说 两位先生啊 我应该怎么样行 可以得救 好 三十一节 彼得跟希拉就告诉他 你要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所以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全家的人听 这个会在哪里讲 可以跟敬族 跟他的全家人讲 当然是去到了敬族的家里 这个敬族 他把保罗 而彼得 而保罗跟希拉 这两位使徒 迎进他的家里去 做见证 做天国的见证 做耶稣基督救恩的见证 这个又是一个 让我们可以看见 说 在一个人领受了信仰 我们说我们信耶稣 我们领受了这个信仰之后 具体的行动就是 让福音进到我家 带进我的家 我是主动的祈求也好 强留也好 带进我的家 让我一家都信主 那这里特别在三十四节 这里写说 三十四节就写说 敬族呢 把保罗跟希拉 带到自己的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他的全家信了神 都很喜乐 阿们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一个愿意 在他的家里聚会 敬拜 认识 然后追求这个福音 认识耶稣的家庭 最后是很喜乐的 这也是我们要 共逐家庭祭坛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在这里 已经看完了 在圣经里面呢 很多段的记载 从旧约的时候 信仰的传承 到新约 不管是 选民或者是 外邦人 只要有那个敬钱 想要把耶稣 把福音 把门徒的讯息 带进自己家的人 全家都能够得救 并且都很喜乐 好 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 我们常常会看 有很多人的家里 都有这一句话 对吗 基督是我家之主 这很多 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是都会 家里面大概都会 有挂一个这样子的 基督真的是 你家之主吗 我们真的像我们 刚刚从挪亚 开始一路看的这些 把神的话语 把敬拜 把竹坛放进 带进自己家里的 这些圣经上面的 圣徒跟使徒一样吗 跟这些信徒一样吗 有这么样的 在我的家庭里面 渴望基督做主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了 这个思考时间 讨论的时间 好 那 因为我们现在 做的这个形态 我们可能 要分组不容易 但是呢 我想我们 一提一提的 先把它看过一次 然后看你的心里 会浮现什么样的 的一个答 你的答复会是什么 好 我们先来看一遍 这个题目 好 这个先往下跳 第一个 大家今天一定不是 第一次听 家庭祭坛这个主题 对吗 我们经常的 在复习这件事情 所以先想想 不只从今天的 这个圣经里面的 这些记载 你先想想 你能不能很快的 想出 在你的家庭里 主体家庭祭坛的 三个好处 你可以自己想一下 你会想到 什么三个好处 下一题 第二题 要逐家庭祭坛 每一年 每一年 我们都会在 宗教教育周 去谈这件事情 希望所有的家庭 都务必在自己的家里 有一个敬拜的时间 逐坛 祷告 唱诗 读经的时间 我们为什么要 一直重复 这件事呢 到底它有什么重要性 你能想到三个吗 再来 下一题 那这个就很实际了 既然呢 它有 你刚刚可能有想到 这个主体家庭祭坛的好处 你刚刚可能也有想到 建立家庭祭坛的重要性 但为什么 它不容易持续 会有什么原因 它不容易持续 一定有原因嘛 如果它很容易持续 我们就不需要 每一次每一次的 要互相激励 互相鼓舞 再来 进行家庭祭坛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些NG的 有一些东西呢 它会让家庭祭坛呢 成为一个不喜乐的地方 不喜乐的时刻 有什么样的行为 或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 是让家庭祭坛会NG的 你想一下 三种就好 再来 第五题 每一个家庭的组成不一样 然后生活作息都不一样 大家去想一想 在你自己的家庭里面 最适合进行家庭祭坛的时机 跟情境是什么 你想想看 在你的家庭里面 最容易 而且最合适去做这个的 那个时间点是什么 那个情境是什么 好 最后第六题 推荐 最推荐 我们一想就会想到 可以在家庭里面 家庭祭坛里面 做些什么事 你可以想 至少三到五件事 一定有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大家去动头脑 想一想的六个题目 好 那我们既然有一点时间 我们就来做一个分组 我们怎么分比较好 前面第一题六个人 那后面 前面从直视娘往前好了 直视娘往前是第一题 好吗 然后呢 后面的是第二题 前面这个柱子以前的第三题 柱子以后的第四题 然后 这个最旁边的这一区 就第五题 好 第六题 这一题就我来回答 现在呢 大家呢 就不要再留在自己的位置上 我们现在回头 如果你不记得 每一题是什么的话呢 第一题 请你们这一圈 只能简答哦 时间的关系 就是简答题 一二三 三个好处 第一组的三个好处 讨论一下 然后等一下有一个人上来 跟我们讲一下三个好处 第二组 后半部的三大重要性 好 三个重要性 好 也是简 简答就好 所以请后面的这个 这个 弟兄姐妹 大家讨论一下 第三题 在我们前面 可是是这一区的 就是 第三题是 不容易持续的原因 想至少三个 为什么家庭祭坛不容易持续 好 后半部 柱子后面的这个 建华后面这一区的 要想三种 不应该 或是 不合适 在家庭祭坛做的 三种NG行为 简答就好 三种 最后旁边的这些 弟兄姐妹呢 就麻烦你们去想想 很适合进行家庭祭坛的 时机跟情境 好 我给大家五分钟就好了 时间不多 谢谢大家 就是 这个 这个座位的关系 可能大家讨论上 也没有很方便 但是很感谢大家呢 还是很尽力的 去想一些 你们所分配到题目的答案 那我们先来把握时间 我们请每一组上来 把你们刚刚有提到的 三点三点三点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请第一组 上来 上来 对 上来 这样大家都可以听得到 好 我们讨论的是 家庭敬寒三大好处 第一点是 可以更加的亲近神 然后享受属灵之乐 第二个是 凝聚家人的向心力 然后共走天路 第三个是 可以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神的道理 就这样 谢谢 好 你看 所以说这个题目 我们真的 大家从小听到大 马上就可以整理出 三大好处 知道好处 第二组的人来告诉我们 三大重要性 那我们这组讨论到 关于三大重要性 第一个就是 可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那第二个就是 能够激励彼此的信仰 然后第三个就是 能够养成独心祷告的好习惯 谢谢 这三个 三个重要性呢 大家一定都非常的认同 对吗 我们来看第三题 我们请这一组来告诉我们 这么重要 这么有好处的家庭祭坛 为什么不容易持续 好 三点 我们这组讨论 不容易持续的原因 第一个是懒惰 然后第二个是 时间不容易在一起 好 第三个是身体疲倦 谢谢 惰性忙碌 然后呢 跟疲劳 是破坏家庭祭坛的这个三大元凶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 如果你都已经突破了这三大困难 就是人的惰性 大家每一个人的不同的作息忙碌 然后跟什么疲倦 身体的身心的疲惫 你都已经突破这三个很大的难关的时候 可是你在家庭祭坛当中 你真的不应该做了三件事情 来请下一组 那其实我们刚才讨论出了七点 但是既然我们呼应题目呢 我还是把它归结成三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气愤 我的气愤 第一气愤的话就是生气吵架 对 那第二个类型就是专注的问题 就是我们专注可能出现三个情况 一个是打瞌睡 可能看电视啊 就是在家庭祭坛的时候看电视 然后或者是肚子饿去跑去吃东西 对 这是专注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是家庭祭坛当中的话题 就是你聊的东西 或者是你探讨的 就是我们分享的东西 那其中一项是在家庭祭坛当中教训小孩 那第二项是在家庭祭坛当中聊不敬钱的话题 对 这两项是第三个类别 就是分享的话题部分 谢谢 好 很好 大家有没有心有气气焉 很多家庭祭坛呢 到后来很痛苦 都是因为以上上述了这几项 那如果让我补充 我还有一个就是无止境的延长 就是那个家庭祭坛没有时间概念 就无止境的延长 那个很痛苦 好 第五题 好 谢谢第四组的分享 我们来看第五题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可以想到 可以进行家庭祭坛的哪些时机跟情境 我们这一组就是大家分享的还蛮一致 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家庭祭坛的时间都是在睡觉前 然后就是全家最放松的时刻 还有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卸下 包括心情啊 包括所有手边连手机都要守起来的状况 谢谢 好 感谢 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家庭最普遍会做的也是在睡前一起祷告 然后读圣经 这个是很方便操作的时候 那我在这里补充一点点我个人的这个经验 我发现呢 家庭祭坛 我们刚刚讲的 这就是睡前的这个祷告读经 这个可能有的 或许有些家庭能够天天做 那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祷告可以 但是家庭祭坛共同崇拜时间有点难 后来我自己采用一种变通式的做法 就举凡家里说要去庆祝什么事的时候 我们那一天就要家庭祭坛 孩子跟我说我们去庆祝 庆生 考试考得好 我们就感谢家庭聚会 然后或是他要参加比赛之前很紧张 然后好我们就家庭聚会 然后有父母亲有家人远方的家人回来 我们也感恩聚会 就是把这些我们一般在家庭里面会拿出去 要去吃饭聚餐庆祝团聚的事情 成为家庭祭坛的一个理由 你要求我们去哪里聚餐去哪里玩 庆祝我这次考不错 很好 今天晚上我们来家庭祭坛 那从此之后我家里的家庭祭坛就很自然 就是不勉强 因为他想到家庭祭坛完之后是庆祝 所以让这件事情变得还蛮愉快的 那我孩子也比较大了以后 他们有时候会要到比较远的地方 到国外去啊或什么的时候 出国前我们有一个践行的聚餐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践行的聚会 这个是给大家分享的 我自己觉得在实施除了定时间的家庭祭坛以外 这一种不定时的 但是呢它发生的很频繁嘛 因为你一个家庭 大家气氛很好的时候 来聚会是最愉快的 好 那我们最后 我刚刚说最后一题是我 对不对 最后一题是我就是呢 第六题 第六题最推荐在家庭祭坛时候进行的五件事 好我们就看一下 好 这五件事情呢 下一页 就是五个W 这五个W呢 第一个叫Welcome Welcome 就是欢迎参加 欢迎参加的意思就是 它一定是一个很让人愉悦的气氛 所以刚刚提到那个气氛就是这样 愉悦的气氛 我不是指示你责备你 要求你 然后强迫你 或是欢迎你 所以没有一个餐厅的老板 或是餐厅的这个员工站在门口 欢迎光临啦 煮好了还不来吃 不可能嘛 欢迎光临 我们今天就是有大餐 所以那个 你就想说 第一个Welcome 就是我们做父母的 把孩子找来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语气 就决定了那一种 家里的祖坛的那个氛围 就像挪亚要叫他的儿女们 妻子儿女们来献坛给神的时候 他会是愤怒的吗 不可能 他一定很感动 很高兴 快快都来 雅各也是一样 你们都来 大家都来 第二个Worship 就是在刚刚讲说 家庭祭坛最怕就是讲那些 这个不敬钱的话题 所以敬拜赞美的话 是我们在家庭祭坛分享的一个 一个第二个W 就是要记住 我们既然主坛的 就是敬拜神跟赞美神 别的阿里布达的话 或是你要教训小孩的话 你就先整一下 就先整一下 第三个Word 来的时候听的话 读的话 就是神的话语 那需不需要很多的解经呢 就看各个家庭的这个习惯跟气氛 但至少我们把神的话语 读了圣经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 进入我们的耳朵 进入我们的眼睛 进入我们的心里 就够了 就是Word 神的话语 第四个Witness 共同来分享这个生活的恩典的见证 这是家庭祭坛最棒的 从小孩子小小的见证 到大人的见证 身为父母 其实承受很多的压力 这下压力是孩子还年幼 都不明白的 但是我们可以在家庭祭坛的时间里面 让孩子知道我的压力也很大 举例来说 我的孩子开始当教员的时候 他们常常会抱怨 要准备得很辛苦 他觉得很焦虑 他觉得站在众人面前 站在小朋友面前 同工面前上课 他很有压力 那个压力 除了他对圣经可能不够熟练 然后再加上青少年 又有这个容貌的焦虑 各种的焦虑 长得逗了 我这礼拜排到我 那怎么办 就还没消 反正就是各种的焦虑 所以在家庭祭坛里面 我们做父母的 也可以把我们在事工上面 在工作当中的这些冲突矛盾 但是怎么样化解 怎么样胜过 跟孩子做见证 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最后 我们是神手里所做的一切的工 我们就在 让这个结束这个祷告 就是求神 让我们家里 不管老老少少小小 每一个人手上的工作 都求神带领保守 这五个W 是我推荐 我们可以在这个家庭祭坛 最适合做的事 以上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 共逐家庭祭坛的 这个专题的聚会 希望大家呢 都得到一些些的 在这个分享当中 得到一些些的造就 那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 107首